那我們知道協會這幾年在這個都會公園種了一千多顆的那個台灣百合 那我我覺得這個台灣百合它是生命力非常的強韌 不管是在三千公尺的高山上面還是在海邊都可以看到台灣百合的僵硬 所以就像我們台灣人一樣 不管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生存得很好 所以這首帶來這首給我們想念你 那這首歌我要特別介紹一下這個創作者 這首歌的創作者呢 他的名字叫做元永能 元國的元,永炭調的元,能歌善舞的能 那也有人呢 我在2009年第一次聽到這首歌 我就覺得非常的好聽 那他的整張專輯都非常好聽 後來呢他也創了很多好聽的歌 甚至在2010年呢他的專輯 還得到這個金曲獎的最佳台語專輯 那他一直他都非常關心台灣的土地 他都去到那個牆壁唱給阿公阿嬤來聽 唱給阿公阿嬤聽 那也創作很多條跟這個土地跟這個農民有關火光 但是永蘭在2020年9月5號 他在在調音的時候 所以從台上來翁升 他剛才說我叫他剛拍的這個小信 心來感覺非常不甘 因為我2009年拍的牆壁之後 我就叫做他的牆壁了 那我相信你的家人應該都非常貧窮 和不捨 那就是永蘭以收 老海留下來他的創作 留下來這些好聽的歌 我想會一直傳唱下去 一代接著一代 就像我們現在在分譯三零一樣 我們的三零分譯起來 我們的樹我們的山都會比我們的壽命好久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一代一代呢 能夠看到美好的三零 那也可以欣賞到這個真的美好的音樂 所以我們帶來這首FERMESSA LILU 來吧 拉拉 拉拉... 拉拉拉拉... 通知一百對彼的順悟 並沒有極 OFF enable cambiar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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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